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做《演讲的力量》 本书讲的是怎样做好一场演讲 现实生活中需要演讲的时候还真不少 求职面试 工作会议 毕业答辩 甚至婚礼现场都离不开演讲 在这些关键场合 一场高水平的演讲可以展示我们的能力 为我们的事业加分 甚至给生活带来新的转机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做好一场演讲 有的人认为演讲不过就是上台背诵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稿子 还有的人认为演讲就是和台下的观众聊天 更多的人则是对演讲充满了恐惧 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在聚光灯下做好一场演讲 如何面对观众精准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专业演讲指南就能给你答案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演讲的力量》 作者克里斯·安德森是TED的掌门人 说起TED它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 更是全球聚光灯最闪耀的演讲舞台 自它诞生起就一直致力于传播人类伟大的思想 初期的TED最先聚焦于科技娱乐和设计三大领域 随着近年来的拓展 TED关注的领域也在不断延伸 各行各业的演讲者们纷纷被克里斯·安德森 请上TED的舞台 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独特而深刻的思想 给人类带来力量和启迪 无数的大咖明星都接受过作者安德森的演讲辅导 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 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畅销书《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 在帮助演讲者润色讲稿的同时 安德森也会和他们分享演讲的秘诀 这些TED舞台上成功的演讲 让安德森成为了演讲界最权威的教练 安德森把这些演讲的奥秘写进了《演讲的力量》这本书里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三个关键问题来为大家揭晓这些奥秘 第一个问题 如何克服演讲的恐惧 第二个问题 如何传递演讲的思想 第三个问题 演讲时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 好 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何克服演讲恐惧 每个做过演讲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紧张 怯场的经历 就连身经百战的公众人物也不例外 面红心跳 语速加快 双腿打颤 甚至关键时刻脑袋一片空白 这些都是演讲恐惧的具体表现 像我们的作者安德森 就曾在演讲时紧张到没有办法站着讲话 只有招把椅子坐在舞台中央才能开始他的演讲 人们好奇 演讲的恐惧究竟来自哪里呢 我们的演讲恐惧其实是一种高预期的心态在作祟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值太高了 对成功的渴望越是强烈就越容易引发压力 而压力会唤起人类本能的恐惧 这就是我们畏惧演讲的原因 那么如何克服恐惧呢 作者介绍了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摆正自己的心态 对演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很多人畏惧演讲 是因为他们总担心 演讲的失败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 或是破坏了其他人对自己的好印象 但这些演讲者忘记了 演讲的唯一目的 其实是将有价值的思想传递给他人 正因为演讲是一个向他人分享思想的过程 演讲者更应该专注于自己所想的内容 而不是过分在意观众的反应 如果演讲者能够与观众一同陶醉于思想的海洋 紧张和恐惧也会自然而然地消失 试着把观众当成朋友 会有不一样的心态 另外 很多人都喜欢在演讲时 模仿那些声名卓越的演讲家 但实际上 我们不需要成为丘吉尔或者曼德拉 我们要成为的只是我们自己 演讲的力量来自于话语自身的分量 并非一定要畸形四射 赢得观众雷鸣般的喝彩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用简单的话语 清晰的逻辑 娓娓道出我们的故事 就足以赢得观众 克服恐惧的第二个方法 是生理上的调节 当我们感到恐惧的时候 身体会自动分泌肾上腺素 它能使你呼吸加快 心跳加速 也会引发身体的颤抖 幸运的是我们有很多方法 可以把肾上腺素控制在有力的水平 深呼吸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深深吸气 吸入腹腔 再慢慢呼出 这样重复做三次 就可以让演讲者平静下来 如果仍然感到浑身紧张 还可以尝试一些更有力量的身体练习 安德森坦言 在2014年TED大会上 他当时负责采访美国国家安全局人员 而问的恰恰是关于斯诺登的问题 这无疑是一场备受瞩目的敏感谈话 斯诺登当时因为泄露国家机密 正遭到美国政府通缉 可以想象安德森当时有多么紧张 为了缓减压力 在会议开始前十分钟 他躲到后台走廊上 开始做俯卧撑 没想到简单的几组动作 真的让他恢复了平静与自信 喝水是另一种能在短时间内 控制肾上腺素的方法 在上台前五分钟 喝小半瓶水 会有助于确保你体内有足够的水分 避免口干影响发挥 另外我们也要避免空腹上台 空腹不仅会让你胃部不适 还会加剧焦虑 上台前一小时吃点东西 为自己的身体补充点能量 也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克服恐惧的最后一个方法 是为自己提前准备好一些应对方案 如果你上台前总担心出错 不如提前设计一些备用方案 如果害怕忘词 那就把笔记放在眼前 如果担心现场出现技术故障 自己临场应付不来 那就提前准备好小故事 来填补这段空白时间 比如你可以这样说 工作人员正在检修设备 现在我们有几分钟的闲暇时间 那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 你看是不是这样就能游刃有余地 化解冷场的尴尬呢 好了小小的总结一下 演讲恐惧主要是由于 我们不恰当的心态造成的 我们可以调整心态 或者通过生理调节来缓解恐惧 如果害怕意外发生 提前准备好应对方案 也就能做到临危不惧了 下面我们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如何传递演讲的思想 作者认为 在你把思想植入观众内心前 你首先要得到他们的允许 在书中 他分享了两个技巧 首先第一步是建立信任纽带 开启观众的新闻 让观众愿意接受我们的思想 接下来第二步 采用解释和说服的方法 用逻辑征服观众 我们先来说说 如何与观众建立起信任的纽带 与阅读文章不同 演讲是一种面对面的沟通 想要观众接受自己的观点 信任是一切的基础 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在第一时间取得观众的好感和信任 下面我们为大家简单介绍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学会用眼神与微笑进行交流 作者安德森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 听众会观察演讲者的眼睛 判断能否信任他 如果演讲者足够真诚 哪怕站着不说话 只要一个诚恳的眼神 就足以令观众信服 而微笑是获得信任的最好工具 微笑本身具有神奇的魔力 当你对他人仰起嘴角 对方势必也会回忆微笑 于是信任和好感 就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要记住 走向舞台的第一件事 不是直接步入正题开始演讲 而是用眼睛环视一圈观众面带微笑 向他们展现出自己的善意与真诚 第二个方法 适度展示自己的脆弱 很多人都认为 演讲时千万不能说自己很紧张 或对自己的紧张表示道歉 因为那会让你更加没有自信 可是安德森却在书里提出了 与之相反的观点 他认为 直接跟观众表达自己的紧张情绪 适度展现自己的脆弱 可以解除观众的武装 也许更能拉近演讲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在TED的舞台上 曾有不少名人公开坦承过 自己的脆弱与不安 比如神经外科医生兼畅销书作家 舍温努兰 就曾为了介绍电修课疗法 讲述了自己三十多年前 身患抑郁症的经历 当时他的病情非常严重 在万不得已之下 他接受了电修课疗法 这种疗法 主要针对严重精神疾病 需要直接向患者脑部输送电流 最终在经过二十次漫长的治疗之后 他被治愈了 舍温努兰通过暴露自己的抑郁病史 不仅强有力地证明了电修课疗法的功效 更是从情感上震撼了在场所有人的心灵 使整个演讲产生了非凡的力量 第三个建立信任关系的秘诀 适当幽默或者讲个小故事 幽默通常被认为是人际沟通的绝佳工具 也被许多优秀的演说家应用在演讲中 幽默不仅可以使演讲变得有趣 缓和现场的紧张气氛 更重要的是 它还可以打破人们的心理防线 促发人们产生思维与情感的共鸣 展现幽默最有效的方法 是讲一些与演讲主题相关的趣闻意识 这通常能够引起观众的会心一笑 然而幽默也是需要技术的 并非所有人都能够驾驭 如果你不善幽默 那你可以尝试其他方法 比如准备一段和主题相关的真实故事 人们都喜欢听故事 好的故事同样能够给人带来思想的启迪 并且触发我们内心共通的感情 当演讲者与观众建立了信任的纽带 思想传递的第一步就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是提出你的观点 运用解释和说服的技巧 让观众理解和接受 所谓解释就是告诉观众 我的观点是什么 它是怎么来的 使用解释技巧可以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 点燃观众的好奇心 演讲者通常会提出一个有趣 或者引人深思的问题 鼓励观众追问为什么或怎么样 观众一旦被吸引 脑神经活跃起来 就会想要吸纳新的思想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丹吉尔伯特就曾在TED舞台上 用短短几分钟的开场白 聊拨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 他是这样开场的 相对于21分钟的演讲来说 200万年显得极其漫长 然而从进化的角度来说 200万年只是一瞬间 不过在200万年的时间里 人类大脑容量几乎增长了两倍 最初我们的祖先的大脑是1.25磅 现在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两耳之间的大脑将近三磅 为什么大自然这样迫切地 想让我们每个人 都拥有这样巨大的大脑呢 听到这里 你的脑海里是否也产生了一些 好奇的火花 迫切地想知道答案呢 点燃好奇心 就是成功解释的第一步 第二步 用熟悉的概念表述你的思想 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 理解是层层递进的 每一层都是建构上一层的基础 演讲者最好 不要突然提出一个不熟悉的概念 因为没有知识的铺垫 观众是很难理解的 但如果能够将新概念 和熟悉的概念连接起来 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了 例如你想解释 心灵免疫系统这个概念 不妨先讲讲免疫系统是什么 当我们知道 人的免疫系统 是用来抵御疾病入侵的武器时 也就不难理解 心灵免疫系统 是用来抵御内心痛苦的盾牌了 第三步 使用比喻和举例子 比喻和例子是构建概念之间 联系的重要工具 如果说知识点和概念 是搭建思想的骨架 那比喻和例子 就是填充思想的血肉 它们能够让你的思想 更加丰盾完整 同时也能让观众 更好地理解你的内容 讲到这里 书中就有一个十分巧妙的比喻 他说演讲 好比是一场演讲者 与观众共同经历的旅行 演讲者是导游 观众是游客 演讲者所表达的思想 就是这趟旅游的目的地 一场成功的演讲 就是要获取观众的信任 让观众心甘情愿地追随演讲者 突破固有认知的迷障 抵达新的思维终点 你看 一个如此简单的比喻 就能揭示出演讲的本质 并且让人毫不费力地铭记在心 刚刚介绍的是 有关解释技巧的三个步骤 下面我们要讲 如何用说服技巧 颠覆观众以往的认知 使新的思想取代旧的思想 说服常用的两个方法 是真实数据与推理 我们先来看看 认知科学家史迪芬平克 是如何使用真实数据 颠覆人们对暴力的认知的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 当今社会充斥着各种暴力危机 战争 谋杀 恐怖袭击 层出不穷 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但史迪芬平克想让我们知道 与历史上的暴力事件相比 当今世界的暴力趋势 其实是在递减的 为了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 他先摆出一些事实 提醒观众 人类历史上的暴力活动 有多可怕 比如在500年前的法国 就有一种公共娱乐形式 是把活生生的猫扔进火里 只为听它们惨烈的叫声 以此为乐 在古代社会 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 死于暴力 他想告诉观众 你或许认为 当今暴力事件正日益恶化 但你忽略了 历史上的暴力事件 可能更为残忍 对此 平克进一步做出解释 是现代媒体的集中报道 才让我们对暴力事件的印象 更为深刻 但这多少有过于主观的成分 才导致我们认为 暴力事件正在恶化 平克给出了一系列数据 不仅包括各个时期 死于暴力的总人数 还包括当时 每个个体遭遇暴力死亡的概率 通过对比的形式 证明暴力事件的数量 在当今世界的确有显著减少 由此 他揭示出演讲的核心内容 针对暴力事件 重要的不是暴力致死的总人数 而是每个个体会遭遇暴力死亡的概率 并且这个概率正在下降 就这样 平克采用真实的数据 改变了观众对暴力的悲观认知 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数据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推理是另一个说服他人的有效手段 推理论证一般要求演讲者 先将推理过程 分解成一个个小的步骤 每一步的起点 都让观众一眼看出就是对的 然后从第一步出发 一步步进行推导 这时候 作者推荐演讲者 使用如果 那么 这个句式来表述推理 因为观众会相信 如果前提假设是对的 那么结论也是对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丹帕洛塔是一名慈善改革家 也是一名推理论证的高手 在TED的一场演讲中 他试图说服大众相信 人们要想非盈利组织得到发展 就需要像对待其他商业公司那样 包容他的失败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 但企业要创新 也得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 企业家们深知 但凡创新就不可能拥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如果不能接受失败 就绝无创新的可能 更谈不上发展 基于这个假设 帕洛塔充分利用了 如果那么的句式进行推理论证 下面我们看看他具体是怎么推理的 他说如果我们不允许非盈利组织有任何的失败 那么他就不会在筹款方式 管理模式 营销策略等方面做出新的尝试 如果不去进行这些新的尝试 那么非盈利组织终将会失去发展的活力 如果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那么他由于资深难保 也将无暇顾及重大社会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想让非盈利组织发挥他最大的效用 帮助我们解决社会问题 就一定要容许他的失败 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着重介绍了演讲的技巧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眼神交流 展示脆弱和幽默等技巧 与观众建立信任的纽带 使他们乐意接纳新的思想 然后再运用解释和说服的技巧 使观众对新思想完全信服 当思想的火焰已被点燃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往其中增添燃料 使思想的光芒更加闪耀 而演讲中的细节就是推动成功演讲的高纯度燃料 演讲中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 在这部分里 我们将重点讲解三个内容 第一是如何脱稿演讲 第二如何使用幻灯片 第三是如何运用声音和肢体语言 首先我们来说说如何脱稿演讲 准备一份演讲稿 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演讲的风险 使演讲者在台上更加自信 但演讲本身是一场交流 如果演讲者只是盯着演讲稿念 没有与观众的目光交流 那么演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怎么做好呢 那就是脱稿演讲 在脱稿演讲中 有背诵式演讲和即兴演讲两种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 不管我们采用哪种方式 都需要充分的准备和反复练习 所谓背诵式演讲 就是把自己要说的内容 一字一句写下来 然后逐句逐段的调整和背诵 直到烂熟于心 许多成功的演讲者 为了不让人听出自己背诵的痕迹 往往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反复琢磨自己的语气和用词 甚至提前找人预演 这虽然是一种笨办法 但就是这个笨办法 让他们获得了成功 当然 有些人可能更擅长即兴演讲 顾名思义 即兴演讲 不需要提前背诵演讲稿 而是在演讲的过程中 一边思考 一边组织语言 即兴演讲的优点是 生动 真实 演讲者不必时刻去想下一句话说什么 因此有更多的精力和观众交流 但即兴演讲 不等于无准备演讲 如果准备工作做得不好 也容易陷入突然停顿 或是偏离主题的尴尬局面 因此即便是即兴演讲 优秀的演讲者 也往往会提前列出清晰的框架和要点 事先在脑海中构思演讲该如何推进 语言该如何组织 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使用幻灯片 用好幻灯片不仅能使演讲更加赏心悦目 还可以增强演讲的力度 有的时候一张幻灯片抵得上千言万语 当演讲者想要讲解一些难以用言语表述的内容 直接展现在屏幕上给观众看 效果会更好 比如我们想唤起人们对全球饥饿问题的关注 那么一份世界饥饿人口分布图 一张非洲儿童受骨临巡的照片 一段真实记录全球饥饿现状的视频 都能为演讲带来非同一般的震撼力 在使用的过程中 同样有一些值得我们留意的细节 我们主要围绕文字和图片两方面 来为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首先在文字上 幻灯片应该力求简洁 虽然加入文字能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幻灯片的解释力量 但这并不代表演讲者要把自己说的话 全部搬上屏幕 繁杂的文字不仅会转移观众的注意力 削弱演讲者和观众之间的交流 还会让观众对演讲者所讲的内容 失去新鲜感 看过TED的观众就会发现 TED屏幕上的文字大多精炼而简洁 每张幻灯片通常只用一句话来揭示一个核心思想 有时甚至只用一个关键词来代替 我们甚至可以采用摄文的形式 与其写上黑洞是一种巨大的物体 任何光都无法从中逃脱 这样长的一句话 倒不如直接写黑洞究竟有多黑 之后再由演讲者口头详细说明 这样做既可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 又能让演讲变得更加深刻有趣 如果说简洁是使用文字的不二秘诀 那图片的诀窍就是清晰 清晰 再清晰 在播放幻灯片时 演讲者应尽可能使用分辨率最高的图片 以免投影到大屏幕上时模糊不清 并且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楚 作者建议采用全图形幻灯片 也就是将单张图片铺满整个屏幕 如果你要播放三张图片 最好是连续播放三张清晰的大图 而不要把三张图片挤在一张幻灯片上 全图播放这种方式会让整个幻灯片 显得更加美观 大气 也能给观众带来一种震撼感 好了 关于如何使用幻灯片就说到这里 简洁清晰的文字图片 是使用幻灯片最基本的原则 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内容 如何在演讲中巧妙地运用声音和肢体语言 让我们先从声音说起 毋庸置疑声音具有一种魔力 演讲者能够通过它传递出各式各样的情绪 从而感染在场的所有人 语调和语速是影响声音感染力的两大要素 演讲时的语调应当带有起伏变化 如同波浪线而非直线 如果所有的语句都用同一个声调 也没有停顿或者节奏的变化 这样的演讲就是一种催眠 一定会让观众浑浑欲睡 我们给出的解决办法是 用笔画出你想要强调的语句 然后带着感情有变化地说出来 除此之外 根据演讲内容 变换语速也很重要 安德森在书中说到 在介绍重要概念或解释 复杂理论的时候 要放慢速度 不要害怕停顿 在去闻意识或者比较轻松的地方 可以加快速度 但不管怎样 用自然的口语化的节奏来表达 这是演讲者必须要做到的 除了声音 肢体语言也很重要 在面对面的交流中 肢体语言能够传达口头语言 无法企及的信息 无法想象 如果没了肢体语言 那么看演讲和听人念稿 又有什么区别呢 事实上 肢体语言同样赋予了文本的生命力 对于肢体语言 其实并没有固定的规则 任何让你感到舒适的姿势 都是可以的 很多演讲者在台上 会频繁地晃动双腿 或者以摇摆的姿势前后挪动 这都是为了缓解焦虑的无意识动作 但这会干扰听众的注意力 并影响演讲的效果 所以作者建议 我们可以选择站立 双脚自然分开 用摆动双手和胳膊 来强调你要讲的内容 也可以选择在舞台上来回走动 在重要的地方停住脚步 你还可以选择坐着讲 谁说演讲就一定要站着呢 肢体语言没有定法 只要能让你轻松自然 就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部分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何脱稿演讲 使用幻灯片和声音与肢体语言 都是演讲中的细节 但正是这些细节 增强了演讲的力量 推动演讲的成功 演讲的力量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解读完了 这本书分享的不仅是演讲的技巧 还包括演讲的力量 和直面未来挑战的勇气 战胜人生的每一处挑战 都离不开克服恐惧 掌握技巧和把握细节 这三大秘诀 希望这本书能让你在演讲台上 获得成功 好 演讲的力量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